Hello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有益和有害的声音 在这边,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 支持老师所创建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同学们赶快按subscribe、订阅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收到更多有关语文和科学影片的资讯了 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科学吧! 那在我们的周遭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声音 同学们仔细的听一听 那哪一些声音呢? 是同学们听了觉得很舒服的呢? 那这些声音呢,又代表着是什么声音呢? 有没有一些声音呢? 是同学们听了呢?觉得心烦意乱的 觉得呢?很吵的 那这些声音又代表着什么声音呢?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有益和有害的声音 好,同学们仔细的聆听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丛铭鸟掉 所以这种声音呢,音量非常的小 我们听起来也很舒服 它是有益的声音 那除了大自然的声音 还有哪一些声音是有益的声音呢? 是的,钢琴的声音 或者是呢,一些乐器的声音 它们弹出出来非常柔和的声音 也是有益的 我们听了会觉得格外放松 格外的舒服 还有吗? 这一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对不对? 海浪的声音 也是呢,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所以它也是有益的声音 所以有益的声音呢 有大自然的声音 有这个乐器钢琴的声音 还有呢,这个海浪的声音 那一般有益的声音呢 它是非常的柔和的 我们听起来呢,会非常的舒服 音量呢,也不会特别的大 音量适中 那这些声音呢 我们听了过后呢 我们会感觉呢,非常的平静 所以这些有益的声音 会使我们感到平静 我们听了也会觉得很舒服 还有这些声音呢 我们听了过后呢 我们会感觉到呢,特别的舒服 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所以会使人呢,心旷神仪 那这些声音呢 这些有益的声音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其他的人呢 进行沟通 交流 让我们互相交流 好,所以这些声音呢 还能够呢 吸引他人的注意 就好像图片中的这一个 冰淇淋的这一个档口 它会吸引人的注意的时候呢 会摇起铃钢 所以人们就会因为铃钢的声音 而被吸引过去 好,所以有益的声音呢 它的好处有 一,使我们感到平静 二,使人心旷神仪 三,让我们互相沟通 四,吸引或者呢 引起他人的注意 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呢 有害的声音 哦,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 好吵啊 好,这一个声音 真的是有一点大声 而且特别的吵闹 它是工人专地的噪音 同学们 你听了这一个工人专地的噪音 是不是呢 感觉到非常的吵 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这个声音太大声了 连老师的声音都盖着了 所以这种声音呢 我们叫做有害的声音 有害的声音 或者我们叫做噪音 好,除了工人专地或者施工的声音 还有哪一些声音是有害的声音呢 好,摩托车呢 他在刀车的时候呢 所发出的声音 也是呢 听起来好吵好吵 他也是有害的声音 摩托车的声音 是有害的声音 好,还有呢 嗯,这个声音呢 也是好大声啊 它是火车鸣笛的声音 当火车要经过这个月台的时候呢 按下这个鸣笛呢 鸣笛起来 哇,特别大声 也特别的吵 好,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 可能你的耳朵呢 会稍稍的感到疼痛 它也是有害的声音 所以有害的声音 有工人专地的声音 或者建筑工地的声音 施工的声音 有这个摩托车呢 飙车的声音 还有呢 这个火车鸣笛的声音 那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呢 这些声音呢 它的音量呢 都特别的大 而且呢 好吵 你听了过后呢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心情呢 也会觉得很烦躁 所以这些声音呢 我们叫做噪音 或者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 声音的污染 好,所以这些声音呢 会对我们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或者会带来什么坏处呢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那你听到了这些很大声 很吵的声音 你会无法专心思考和学习 被有害的声音 使我们无法专心思考和学习 那还有 我们在入睡的时候 如果有这么多声音 那么吵 那么大声 我们会难以入眠 或者我们不能入眠 不能安眠 而且会一直被惊醒 使我们不能安眠 容易惊醒 那还有呢 如果你在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声音 特别吵的声音旁边的话呢 你的耳朵会感觉到刺痛 对不对 所以呢 会对你的这个听觉呢 造成伤害 那严重的话呢 你的听力呢 还会受损 所以有害的声音 所带来的坏处有 使我们无法专心思考和学习 使我们不能安眠 容易惊醒 对听觉造成伤害 那既然这些声音呢 它是噪音 它是有害的 它是声音的污染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减少 这些声音的污染呢 第一 我们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呢 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这一个音量 把它调整到适当的音量 第二 我们在玩乐的时候 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要尽量呢 降低这一个音量 这样我们不会打扰到身旁的人 好 第三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家里的周边 或者马路的旁边呢 种植这一个树木 那声音呢 一部分的声音呢 就会被这个树木呢 给吸收掉 它就减少了这一个声音的污染 好 除了这一个呢 我们的家里呢 还可以安装这一个隔音墙 所以在墙壁那边呢 我们贴上这个隔音 隔音能力很好的这个墙 它能够绝一部分的声音 那鸡蛋壳 像这些柔软的这些物品呢 它就能够吸收一部分的这一个声音 好 那安装隔音墙 我们在戏院看这一个电影的时候呢 同学们 戏院里面的这个声音 是特别大声 但是我们走到戏院的门口外的话 我们是几乎没有听到声音的 这就是因为戏院里面呢 安装了很好的隔音墙 那如果我们家里没有隔音墙的话呢 我们可以装上这一个窗帘布 或者安装窗帘 那柔软的材质的物体呢 它会吸收一部分的声音 所以减少声音污染的方法有 第一 调整适当的这一个音量 第二 尽量降低音量 第三 在道路旁种植树木 第四 安装隔音墙或窗帘 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复习 今天学到有关有益和有害声音 这一个单元的科学知识吧 有益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舒服 然后呢 音量也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有大自然的声音 有这一个钢琴的声音 还有这一个海浪的声音 那有益的声音呢 它的好处有 使我们感到平静 第二 使人心旷神怡 第三 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沟通 第四 吸引起他人的注意 那相反的 有害的声音 我们听起来呢 特别的大声 特别的吵 而且听了呢 会特别的心烦 所以有害的声音 有 工人 专地的声音 或者是这一个工人 或者施工现场的声音 第二 摩托车的声音 第三 这个火车 鸣笛的声音 好 那有害的这一个声音 所带来的坏处呢 有 一 使我们无法专心思考和学习 第二 使我们不能安眠 容易受到惊醒 或者容易惊醒 第三 对我们听觉造成伤害 甚至是呢 会使我们的听力受损 好 所以减少声音污染的方法有 第一 调整这一个音量 把它调整到适当的音量 第二 尽量降低音量 第三 在道路旁种植树木 第四 安装隔音墙或窗帘 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要学的科学知识 就到这里 希望短短的影片呢 能够帮助同学们 掌握好 这一个小单元的科学知识 好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哦 拜拜 拜拜 拜拜